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断鹏是一个汽修厂的技术工 几十年的老技工 自己又不当老板 绝起不愧是工作中遇上什么困难 那就是生活上出问题了 我心里一惊 我一直自认岁月静好 莫非出了状况 儿子去年刚上大学 家里没有房贷车贷困扰 两人的收入维持家用还略有剩余 而且婆婆在我们结婚不久就出去给人当保姆 后来找到了第二春改嫁了 这些年来往都少 也不存在婆媳矛盾 经济和家庭都没问题 那就是精神上出毛病了 都说男人的三大姓氏是升官发财死老婆 放眼四望 好几个朋友都因为老公出轨离了婚 莫非段鹏也赶着潮流 在外面有情况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 都是四十多岁 过几年都要当爷爷奶奶的人了 要真出个幺蛾子 还不叫人笑掉大牙 我还没想好怎么和段鹏说 他自己憋不住招了 原来他改嫁十多年的老娘 要回家 什么 回家 我像被马峰盯了似的跳起来 不相信地望着他 嘴巴一秃鲁 蹦出一段话来 怎么 在刘家待不下去了 刘家才死不到一个月 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什么叫待不下去扫地出门啊 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 就这么难听呢 段鹏一听炸了毛 直着我吼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我妈能去伺候那女老头吗 你这叫什么话 我也吼了回去 你妈这是叫花子吃剩饭 自讨的 怨不得我 以后你们段鹏的事 我还不管了呢 我懒得搭理这疯子 气鼓气壮 摔门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 那些陈年王师像老电影 一一呈现在眼前 我和段鹏恒恋爱时 他姐已经结婚生死了 只是离得近 加上要上班 孩子基本是婆婆在待 后来我儿子出生后 婆婆要照顾两个孩子 又都是男孩 一个比一个皮 打架争抢成了家常便饭 婆婆一个人护住小的 就管不住大的 常常大哭小叫 把家闹成战场 有一回我下班回来 和段鹏姐姐前后脚到家的 一进门就见姐姐家大宝 把我家小宝安在地上 蹲时的身躯 坐在小宝身上 呵呵笑着 乱抓乱打 小宝到底小几岁 手脚乱踢乱舞 却睁不开大宝的束缚 急得哇哇直哭 厨房里传来婆婆的喊叫 哎呀祖宗哎 你们就消停会儿吧 别闹了 要婆婆带孩子 确认有两个孩子自己在打架 这算什么事 带不了两个 你就带自己孙子呀 这样天天鸡飞狗跳的 有意思吗 我在姑姐的尖叫声中冲过去 一手提起大宝 一手在她的肥屁股上 拍了两巴掌 嘴里的一声笑道 叫你欺负小宝 叫你欺负小宝 大宝没见过我发火的样子 连痛带下也大哭起来 姑姐心疼了 搂着大宝一边揉屁股蛋 一边朝我翻白眼 两孩子闹着玩 又不会真伤了哪 你至于这样吗 婆婆握着剥铲出来 脸色也不太好看 我正安抚委屈的小宝 见他们娘俩这态度 憋得的一口气 哼地爆发了 不甘示弱叫道 至于 太至于了 要是我家小宝 打了你家大宝 你指不定会跳下来多高呢 于是 两孩子的战争 直接升级为大人的争吵 我觉得小宝小些 大的就该让着小的 姑姐觉得 孩子打架不伤皮毛 没必要较真 吵到最后 两人齐声埋怨婆婆 怪她没看好孩子 婆婆气得把锅铲一丢 抹着眼泪说 我辛辛苦苦给你们带孩子 好没落着 倒落到一身买胎 我还不如给人当保姆呢 这话赶话赶上了 我冲口而出 那你去做保姆啊 真是的 谁知过了两天 婆婆突然宣布 一个惊人消息 她找了份工作 照顾一个瘫痪 在床的老婆子 包吃包住 还每月拿五百块工资 我懵了 那句要她去做保姆 不过说的气话 哪真有着念头 别说五六十岁的老娘 去给别人端食端尿 别人会不会戳我们的脊梁骨 就眼前这局势 我们也需要她帮忙带孩子啊 断鹏一听也急了 声音都变了签 妈 你要缺钱 我给你就是 都一把年纪了 何必要去服侍别人 别人要骂我不笑呢 我也小声说 妈 你要不在家 小宝谁待啊 要不我也给你五百 你别出去说那罪了 婆婆一声冷笑 你们说得好听 我才不疑你们的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我自己赚钱养老 不靠你们 姑姐听说这事也赶来劝 说她把大宝送幼儿园 婆婆只用带小宝 就会轻松一些 她哭着说 爸走得早 妈把我们养大不容易 如今老了 儿子满堂了 哪能去给人家当老妈子呢 我们以后 还有什么怜命见人啊 可任我们好说歹说 婆婆坚持要去当保姆 当天就说是东西走了 为了这事 段鹏和我大吵了一架 说是我逼走了婆婆 姑姐也怪我 说是我小肚鸡肠 容不下人 就一个婆婆 一个姑姐都要吵架 天生的毒骨头 可婆婆一口咬定 是自己要去做事的 与我们无关 亲朋好友一番劝说 才让段鹏没再找我的茬 婆婆放着自己的亲孙子不带 去给别人当保姆的事传开了 成了坊间的大新闻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 我和段鹏是贪图老娘的 五百块的高工资 把老太太当辣骨头砍 也让我背上了 恶媳妇的骂名 小宝因为没人带 不到两岁就被我送去了幼儿园 别的孩子蹦蹦跳跳 小宝走路都不稳 免疫力也低 在幼儿园受的罪 真是一言难尽 为了这些 段鹏没少和我闹 说婆婆力来心气高 要不是我伤了她的心 她怎么会一定要去打工呢 没吵一次 我对婆婆的怨恨 就增加一分 婆婆似乎也有气 出去再没有回来过 就连段鹏和小宝生日 她也没个电话 过了几年 婆婆照顾的那家女主人撒手而去 我们都以为 婆婆这下该回来了吧 谁知道 那爹爹不肯放婆婆走 非要她留下来照顾 老头的儿女不在身边 这样一个孤老头子 一个单身老婆子独处一室 外人会怎么想 那老头也懂味 直接和我们商量 要和婆婆领个照 光明正大在一起 端鹏姐弟自然不同意 有句骂人的礼语 叫 嫁了你的娘 这年头又不是没饭吃 谁愿意真把亲娘嫁了 老话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无可奈何 婆婆和那家的 一个要娶 一个要嫁 我们哪能完得住 婆婆不顾我们阻拦 和老头领了证 正式改嫁 老头有退休工资 儿女又是做生意的 条件比我家好多了 由此 我们更落下了 贪财嫁母的恶名 被熟识的人耻笑 其实 这些年 婆婆并没给我们一分钱 甚至都没怎么来往 有时我都快忘了 还有这么个婆婆 潜意志里认定 婆婆会在那个家养老 与我们再无牵连 可现在 嗲嗲心喪 婆婆就一再打电话说 要回家 这消息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晴天霹雳 一下子把我打蒙了 婆婆这些年的冷漠 以及她去从做保姆 到改嫁 给我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在这一刻 得到了释放 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当年不是乌龟吃秤驼 铁了心不回头吗 没想到又有今天吧 只是明明可以出口恶气 我怎么更不痛快了呢 段鹏和我谈崩 只好给姑姐打电话 商量对策 自从婆婆改嫁后 姑姐说她娘家 只有段鹏一个亲人了 又和我们亲近起来 姑姐马上赶过来 黑着脸拍着桌子叫道 夏堂不认亲生母 当初是她不顾脸面 非要嫁的 这会儿儿子人家不要她了 又想起亲生的儿女来 哪有这么好的事 能出力的时候 禁锢了他们家了 现在要人照顾了 又回头找上我们 没门 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家儿女怎么这么无情呢 我妈好歹给他们 当了十几年的娘 怎么能她家 吊吊财艳气 就急吼吼地赶人家走呢 真当人家是 门后的草鞋 想用就用 想丢就丢呀 我冷笑道 你以为真拿妈当娘带呀 当佣人还差不多 他们自己父母病了都不管 哪有这种闲心 管别人的娘 这话又戳中了 断棚的肺管子 她呼吱喘得出粗气 脸色由白转红 又转为颓外的灰 白了我一眼 骂道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真是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姑姐的意思很明确 不能就这样让婆婆回赖 赖也要赖上人家 毕竟婆婆和她家 爹爹是领了证呢 要他们赡养 合理合法 礼是这个礼 可那家三番四次跟断棚说 要我们把婆婆接回来 还说 要把丢丢的安葬费给婆婆 算是这些年的补偿 以后就两清了 不用再来往 话说到这份上了 人家甩包袱的动机 和决心显而易见 我能想象 他们对婆婆 会是怎样一副嘴裂 要不也不会逼得傲气的婆婆 放低姿态 说要回家 断棚背着一通通电话 搅得心神不宁 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我说着婆婆的故事 他说公公走得早 年轻手挂的婆婆 为了养大他们姐弟 为了避免是非 生生把自己逼成了男人 蜂窝没自己做 水管电器自己修 哪怕累到晕倒 也绝不向外人开口求助 几十年下来 那种好强自立的性子 已经长到了婆婆骨头里 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 我想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 才会让她被儿媳和女儿 同时指责时 痛下决心 去给别人当保姆 想凭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我心里犯酸 总说别人不给我们养娘 其实我们自己呢 婆婆生养端鹏几十年 到最后想回家 还不是要看我们乐意不乐意 撇去利益的成分 我们又比那家儿女高上多少 我知道端鹏的心思 毕竟是自己亲娘 她不仁婆婆 在外受苦受气 又怕我不同意 接婆婆回来 那时候 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其实 这么多年 我也常常在反思 如果当初 我不是冲动之下 说了那句话 也许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 说到底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我也有责任 我也是女人 也有老的一天 谁也没有穿越时空的本领 预知自己的未来 而且 因为婆婆和断鹏 发生的争执太多了 我也累了 如果再不准婆婆回来 我和断鹏的婚姻 还能和谐地走下去吗 以后我的儿媳妇会怎样看我 我还没有明确表态 意想不到的是 婆婆竟然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她的声音 再没有当年的歧视 有了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她说她想回家 说她这些年也攒了些钱 加上老头的安葬费 她的养老金应该也够了 不会加征我们的负担 我的泪涌了上来 一个人不管有多坚强 到老了都是孤单寂寞的吧 要不婆婆也不会老了 还要和那爹爹领证结婚了 可事事无常 谁又能把握后面的事呢 我感觉心中 有什么东西瓦解了 哑着嗓子说 妈 这是段鹏的家 也是你的家 你想回就回吧 挂了电话 我抹了把脸 冲处在一旁的断棚喊 还站着干嘛 去把次货收拾一下 接咱妈 回家 有人说婆媳是天生的吵架 如果你是当事人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也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